随着美国的老龄人口正式突破5000万 如何选到最佳的退休保障计划 乐想退休生活 南加州有一家专业的健保公司 特别就提醒了所有观众 把握健保开放投保期 来选到最合适的保险计划 从每年身体检查开始 身体技能改变 使得更多人需要完整合理的医疗保险计划 南加州权威健保规划师斐英奇 特别激请观众把握健保开放转换期 通常65岁之后的人 是有特别的一年一度的开放期 如果说你是刚刚要65岁 你其实有一个个人的开放期 个人开放期的话 就是在你生日的当月 跟你生日的前三个月跟后三个月 明白一般民众 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视不断提高 即使拥有红兰卡还不够 想用最完整的医疗福利 附加险的选择绝对不容忽视 例如说是像是针灸 或者是推纳 或是接送 甚至是非处方药 例如像是头痛药 止痛药那些 他还会每个月给你一些钱去用 可以拿一些免费的这些 over the counter的药 那PPO因为他目前 他给你的福利最大的就是 他给你自由性 面对市面上 类型多样的健保方案 想要最大范围的找出好用方便的规划 更多人选择现实推出的Plan F 有了Plan F之后呢 住院开刀看医生完全免费 你又有可以随意去看任何医院的自由度 这个计划将会在2020年停止推出 所以这个情况下 在2020年之后65岁的人 他就买不到Plan F 权威健保表示 借由20亿年的健保经验 从专业耐心细心的规划与分析 找出真正适合的保险 让每个客户放心安心的生活每一天 观众查询更多详情 请上权威健保官网 东东新闻彭地杨平俊 洛杉矶采报报道